你们平常做饭的话会做什么样的菜吗 有时候日料有时候中餐 其实都有要看心情 对以前呢我们总是鸡胸肉跟全麦面包 今年开始就是帮我们逼床厨师 对其实也是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一回到北京 就是做了一个自制火锅家宴 然后呢之前有一群朋友来过我们的家 然后就说为什么跟去年就天壤之别 对因为我们去年的那个火锅呢 里边那个肉都还没熟 还没解冻 就给客人吃了 还没解冻 然后呢没有酱料 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经验 对生活是真的是完全零经验 对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看你怎么运用时间 就算我们就是在海外那么久时间 但是呢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做了很多新的发现 对不浪费时间才对得起自己的青春 然后呢 再见